上面這個題目是昆山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的公訴考題 這是94年度的考題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類的問題要怎麼解它 有些同學畢業之後他如果要去考別的領域的研究所的話 其實有些是可以跨過去的 因為我們修的課程內容其實有一些是蠻一致的 特別是公訴這部分 我現在把第一題A小題解一下 A小題我們要怎麼解它呢 原來的方程是我把應變數相關的放在同一邊 原來方程是改寫成右半邊整向移到左半邊來 除以1加y平方的意思 除以1加y平方之後 這邊就變成 1加y平方的倒數乘上y的微分等於1 然後左邊積分它 右邊積分它 左邊積分它 然後右邊1 1二三次1也要積分它 不定積分的關係 加一個積分常數C 對X的微分 對X的積分抵消掉一部分 好 那這個問題的 這個 有些同學會有困擾 因為 基本函數的積分結果應該要記一下 1加y的平方 取倒數對Y變數做積分的話 請同學稍微記一下 它的積分的公式告訴我說 它就是tangent y 這可以直接用這個公式來找它的答案 好 等到右邊的話是 X加C 寫這樣子或寫底下這個也可以 就把它寫成tangent X加C也可以 好 這是A小題的答案 好 再看一下B小題的答案是什麼 好 B小題的話 其實解法很多種 好 我想說 我就做個變數變換好了 好 我令 U是X加Y 然後把U當作X的函數 好 我這樣子的做法 這只是很多方法裡面的一種 其實同學們還可以再用其他的方法解它 但是做變數變換應該是比較快的一個方法 我就用變數變換的概念來解這個題目下 好 這個是我的U跟XY的關係 我的目的是要把Y換成U 所以我等一下碰到Y我就把它換掉 好 為了要換掉Y 我再把Y表達成U減掉X好了 好 所以原來方程式就可以做一點改寫 好 原來方程式改寫成 這裡我看到的Y要換成U減掉X 好 然後等到右邊的話 這裡的X加Y已經被我改寫成U了 好 U的三次方 然後再繼續往下做化解 好 這個 各自為分好了 好 U對X的微分 好 減掉X對X的微分 好 等到右邊的話是U的三次方 然後X對X的微分是1 所以這個又寫成U對X的微分 減掉1等於U的三次方 好 再把減1到右邊去 好 所以這個是U對X的微分 等於U的三次方加1 再把U的三次方加1 移到左半邊來 好 U的三次方加1分之1 乘上U對X的微分等於1 好 這個很類似剛剛這個問題 不過左邊這個問題比較單純 右邊這個問題反而比較麻煩 左邊積分他 右邊積分他 好 左邊 對自變數做integration 好 右邊也對自變數1做 不是自變數 對常數1做integration 好 加一個積分常數C給他 好 對X的微分 還有對X的積分抵消掉之後 這稍微有點麻煩 因為那個不好處理他 這個1加上U的三次方去倒數 要對U變數做integration 不好處理 好 這個比較容易處理的先處理一下 這個積分之後是X 那1加上U的三次方的倒數 如果要對U變數做integration的話 好 國強是真的有點 用這個方式來做積分是真的有點辛苦 如果他 好 我現在的意思說 如果同學們有辦法 把這個E加上U的三次方 改寫成 因為他會有三個根 所以改寫成U減掉A 乘上U減掉B 好 再乘上U減掉C的話 這樣的 不過這樣還是很麻煩 雖然可以做了 雖然可以繼續往下做 但是光是要找ABC就會很辛苦 好 這個問題 看起來找 找這個變數變化的關係啊 並沒有 並沒有辦法讓我的那個速度加快 所以我解題的速度並沒有辦法加快 好 如果是採用正和違反方程式解法呢 好 這個不好處理 這個不好處理 不是不能處理的 這個也可以處理 這個可以把它處理成 U減掉A的導數加上 U減掉B的導數 好 我現在最底下這一行 就接著往下寫好了 只是要去算ABC是多少 很辛苦 好 我如果把它寫成 這個是 U減掉A的導數 好 U減掉B的導數 還有U減掉C的導數 這個問題如果能夠這樣 一定可以 現在找ABC很辛苦 好 右邊的話是X加C 好 分子呢 分子要另外找 好 所以這不是1 這個可能是A star 這邊可能是B star 這邊可能是C star 好 如果我能夠把它表達成 這個類型的寫法的話 一定可以 但是要找6個常數 很辛苦 ABC三個 A star B star C star另外三個 好 意思說 如果能夠找不到 這6個常數的話 那 集完分之後 對A相關的問題來說 就是A star乘上 Nature log的U減A 對B star來說的話 就是B star乘上 Nature log的U減B 對後面這項來說的話 就是C star乘上 Nature log的U減C 好 那它右邊的話 是X加C 好 還有一件事 就把U是X加Y的關係 再把它換回來 好 換回來一下 但是要找ABC還有A star B star C star 那個部分就很麻煩 好 現在這把U是X加Y的關係 帶回來 所以這個又可以開寫成 A star乘上Nature log裡面的 X加Y減A 好 然後再加第二項的 B star乘上Nature log的 X加Y減B 好 還有一個第三項的 C star乘上Nature log的 X加Y減C 對 然後等它右邊的話 是X加C 好 就這個問題的答案 是這個型態的 只是要去找ABC還有A star B star C star 真的會很累 真的蠻累 好 我找一下好了 我找一下 好 這個 好 這個三個箱加是從哪邊來的呢 這三個箱加我剛剛插掉的部分是 1加上U的三次方分之一來的 我沒有辦法完全解出A star B star C star還有ABC是多少 我大概跟你解釋一下 怎麼樣去算那六個常數 首先我把它通分一下 好 這個一通分之後它會對應到 這個分母就是 U減掉A乘上U減掉B 再乘上U減掉C 好 然後另外一項的話是 C star要乘上U減A還有U減B 好 用這個通分之後 分子的部分應該對應到1 然後分母的部分應該對應到1加U的地方 用這個概念來說的話 應該這樣子去對應關係 對應完之後 就可以解釋ABC還有A star B star C star是多少 不過看起來有點辛苦 這個真的蠻累的 好 我就表達到這邊就好了 因為那個ABC還有A star B star C star是什麼 比較不好找 好 這個問題先到這裡好了